台北在立委簽署國際發電 合作比方路之後 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 三天就來大家辦 操談 希望探討到一個機會 更將我們國際中南美洲 南太平衡邦來做優先的合作對象 主美代表如臺梨 和AIT這篇理事 若可以開心做那個協商 這是一個月中 上方簽署 台北國際發電 合作比方路的商品 站在中間 是美國政府 在開發金融機構 國際開發金融公司 DFC的無料定瑞一 大家和南國簽MOU 設置創團訪問台湾 要請南國國合會 基礎建設 主通信科技 環保力量 和金融業務集團 基盤作單位 會跟DFC在探索運用融資或融資 不同的方式協助我們對有幫國家 另外像技術合作 甚至可信性研究 以及像股權投資的部分 美國政府在日空19年生日DFC 累積我們的國合會 不過他投資的最寒是六百億美金 而且有國款受款頂頂金融工具 同該做事為了堪製中國一台一路的美國方案 在這個時間點 台美副電國在援助的合作 也依然美國幫助台灣 我們國家的認証 台灣在這方面 事實上是可以融入在印太戰略的 這個有關於基礎設施的這一塊 所以我想這個是台美雙方的一個 進一步的合作 而且是落實印太戰略 而且認為美國除了關注台灣與友方的交流 也對印太戰略政體的補強有真面目的發展 記者中下報道